对的话 爱情当中要有希望 你们俩同样 都是抱着希望 在谈着自己的爱情 只有当 这个女孩对前一段恋情绝望 你的希望才有 而现在呢 这个女孩并没有绝望 一直在期望 因为她觉得 自己的爱情是有希望的 而希望当中的那个男主角 不是你 是她的前男友 女孩 你是在谈着一场恋爱 一场曾经的爱情 而那个男主角 就是你的前男友 否则不可能 和她的前男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是你生活中的常客 但永远也仅止于是做客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 喜欢和不喜欢 明明白白 来不得半点虚假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但问题是人 总是喜欢仰望那些得不到的 忽视身边已有的 你口口声声说 对前男友的怀念 只是成为一种习惯 那是因为你对他还不习惯 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 需要三年五载 破坏一个习惯只要二十一天 只是你自己很喜欢 很享受那种习惯 却很不愿意适应 现在这个男人的习惯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 你反反复复要强调 我是跟他说了的 我一时半会儿是走不出来的 我也是跟他说了的 你想取而代之 是有一定困难的 表面上这种话 源自于你的一种善良 是我已经说过的 所以 你爱我与我无关 你要付出要冒险 那是你的事 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无情啊 你自己能不能走出来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走出来之后 再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呢 一开始我有这么跟他说 对就是你跟他这么说 显得很自私 你说 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跟你说了啊 如果你到了头来 不能取而代之 你别怪我 我已经事先跟你声明了的 但爱情不是商业 不是做生意 不是事先约定了 就可以内心不愧疚的 感情是一个自觉的事 你能不能走出来 是你自己内心的把握 所以说 如果要说错 你内心错 往往就是错在这一点 你不要觉得很难以拒绝 因为如果你不拒绝 显然就是一种伤害 我倒是希望他去美国 让他在自己的前男友身边 好好地待一待 你会发现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也许你真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才会发现 那个男人可能不适合你 其实我自己的预知是 这两个男人都不适合你 如果你的前男友 你们能够在一起 他就不会抛弃你 如果他可以跟你在一起 他就可以取而代之 但是问题是 这两个男人都不是你的归宿 不要听那些所谓的 什么石头也可以捂热 捂热了没有用的 放在这儿 五十分钟热了 你把它拿出来放桌上 它又冷了 你要捂热它 你还得揣在兜里 你能天天把它揣在兜里吗 你揣不了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来不得半点虚假 所以不要妄想取而代之 其实你从刚开始 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了他的风险 当他跟你说 你想要代替我前男友 内心中的分量 不是那么容易的 刹那之间 你的那种征服欲 被挑战起来 我还不信呢 我还赢不过一个 大洋彼岸的人吗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还要 置以为之地坚持下去 你就跟着他去美国看一看 如果你看着他 和他的前男友走了 可你内心还找到了一点平衡 但是我认为是毫无意义 你在他心目当中 并不是最珍贵的 既然已经意识到了 这点现实 就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半径上去 送一声祝福 不要出来